前不久的CTTV体摊风云人物颁奖典礼上,朱志根没能收获最佳教练奖,不过看着爱图孙杨连续第二年借过最佳男运动员奖杯,朱志根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光荣。 在后台接受采访时,朱志根还十分肯定孙杨仍有进步空间,并表示要在四年后的奥运会上帮弟子把1500米的成绩提高至14分30秒之内。 朱志根之间早已超过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范畴,用复语子来形容也不为过。 昨天下午,师徒两人之间却有了些矛盾,朱阳提出了换组的想法,但换组并不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单方面所能决定,需要上级领导同意。 如果真换组,朱阳接下去将由哪位教练来代训,也要由主管领导分配安排。 按照计划,2月11日,孙杨就将恢复澳大利亚集训,希望出发前,他和朱志根以兵士前嫌,能安心备战试锦赛和全运会。